Are you ready for this 有著深厚國標舞底子的 Lardy Sweeties團隊 要帶我們一同感受 熱情如火的鬥牛舞表演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的表演也太精彩了吧 根本就是把 而且你们看 他們一身的火紅的裙子 真的是看完表演 都會想喊 安可 真的耶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 鬥牛舞通常都是那個 我們就像卡門裡面的那女生 會咬一根玫瑰花 然後這樣子跳舞的 沒想到他們的鬥牛舞 超有氣勢的 我們趕快問問看喔 請問你們學舞 大概學多久了 你們大概學多久了 兩年 兩年 四年 兩年 三年 四年可以一起比嗎 預備 開始 兩年 六年 還有六年耶 這麼多 難怪他們整個武功底子很深厚 這就要問草莓姐姐了 草莓姐姐妳可以知道 他們現在雖然是 國小的身分對不對 對 但是他們還有一位 是不同的身分喔 是儲備國手 是拉丁舞的儲備國手喔 國手怎麼樣才可以成為 一個拉丁舞的國手 請問誰是儲備國手呢 那我們來問一下明真好了 明真 請問儲備國手 要怎麼樣才可以當上 他在比賽中要 就是整年 然後呢 積分在前六年 才可以當儲備國手 比賽要有累積積分 然後要達到那個程度 就可以當儲備國手 對 也太厲害了 大家也幫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真的耶 我覺得他們很用心 因為其實呢 要小朋友 他們很用心的學一項才藝 已經很不容易 而且他們還可以從小 開始慢慢的累積他們的經驗 他們的表演經驗 然後還有他們的實力 真的很不容易喔 我們就是有上 彈子宮 真的耶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鬥牛舞 不太一樣的是 他們裡面是不是有很多 中國舞的那個武功 因為我剛剛還有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鑰匙翻身 鑰匙翻身對不對 然後還有什麼武功 在裡面 還有片腿 片腿怎麼做 等等 我們要再散開一點 好 散開 來 我們一起做喔 好不好 我們來看你們 好 一 二 三 片 太厲害了 還有什麼 而且我看到他們的表演 他們還有一個 一個旋轉 這樣 一個動作 然後就劈腿 有沒有人可以劈腿的 可以嗎 我們都可以 都可以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個舞團 他們大家說 我們都可以 你們好像有一點點 太厲害囉 那我知道 等一下我們可不可以這樣 一個這樣子旋轉 然後就劈腿 好嗎 好不好 要四十五度腳喔 這樣才漂亮 好嗎 好 現在我們的 Laddy Sweeties要來 挑戰旋轉加劈腿 預備 開始 旋轉 劈腿 然後停姿勢 太厲害了 大家幫我們掌聲鼓勵鼓勵 請起立 接下來Laddy Sweeties 要帶我們一同感受 熱情如火的表演 第一位是明珍 他要帶來的是 拉丁舞中的 捷舞 DRIVE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一直覺得捷舞是舞種裡面比較困難的 因為速度非常快 然後動作很碎 但是呢 沒想到明珍他跳起來 完全不費工夫 非常輕鬆耶 沒錯 而且捷舞的音樂啊 節奏明顯 他的腳動得非常快 就像佛山舞影腳一樣啊 嗯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第二位佩詢所帶來的表演 嗯 沒錯 是我們拉丁舞中的 恰恰 恰恰 音樂 音樂 接下來我們表演的是芸芸 它帶來是拉丁舞中的倫巴 實在是太優雅了 難怪人家說倫巴是愛情之舞耶 沒錯 它就彷彿在愛情歌曲當中 緩慢的移動 好 接下來為我們表演的老師瑞瞳 它要帶來的是拉丁舞中的倫巴 真的耶 難怪人家說倫巴舞跳起來 一跳就很有歡樂的氣氛耶 對 就彷彿參加加年華一樣 好 接下來為我們帶來表演的是羽晨 她要帶來的是摩登舞中的華爾滋 我相信你遇到每一句話 我聽你的說話 看來是陽光不必出現今天 真的是太優雅了 我們剛看到羽晨在轉圈圈的時候 我們也很想跟著轉圈圈對不對 對 她是不是缺一個舞伴 都想要插上去 對 難怪和他們華爾滋在跳舞的時候 這個姿態非常優雅 她就可以跟自己的舞伴轉圈圈 一定很浪漫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帶來表演的是子儀 她要帶來的是摩登舞中的 Tango 天津 風呂 山風 天津 今天Lady Sweeties他們一口氣 給我們帶來這麼多種 不同的舞風 實在是太難得了 沒錯 而且他們學習了國標舞 不管是哪一種舞風 這一些都可以讓我們 心情開心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體態 可以做調整 不會國背喔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人都是很喜歡 這樣子低頭看手機 三星時代 然後或者是走路的時候 吃吃不良 所以像長梅姐姐我呢 也會想要學一下 基本的國標舞動作 可以讓自己的身形 還有體態更優雅更好看對不對 沒錯 也謝謝你們 帶給我們這麼多的舞風 那相信你們在國標舞上 可以越來越厲害喔 所以今天的寶貝大明星 舞力全開 全開 一起跳舞吧 怎麼跳怎麼跳 好 我首先這兒 會 噓噓噓噓噓噓噹噓噹噓噓噓噓噓噓噓 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